我們看到是十年年 這個國民教育在一百零三年 要開始是失落 今年開始說 如果這個高級不用學費 連這個公司立的高中的學費 有什麼一樣 來實施說這個不用學費 不過今天這個全國會是來支出 說不用學費是很好 不過重要就是這個教育品質要提升 這是一間市立高中 這個學期的收費大 台收臺灣的費用一萬兩千四百多塊 而且有夠限的收什麼都不知道 還有看學生給總費也沒收 女生是九千六百元 那我們所知道的公立的高中值 平均來講大概都四五千塊 那私立學校動輒 就是大概監禁公立學校的兩倍 全國會支出的這個沒得卡 是在中蘇利學校的狀況 也不過緊急到有報的資料發言 蘇利肯定是一個很多指標都有問題 像學生跟老師的比例相關 其中蘇利高級30.03人 是公立高級的2.2倍 還有班級的學生零層也是四十五人 公立的平均才37人 全國會議員 蘇利學校的平均沒有平均 會影響十二年夠高的心拍 因為你補助的學費 並沒有改善設備嘛 你補助的學費 並沒有直接改善教師的合格率 因為你補助的學費 只是讓學生繳費了以後 這個學校的生存變得更簡單 現在全國的高中置有四百九十一件 蘇利的佔中均四十三 他屬於學生也有35萬外人 佔中均四十 全國會議員 最早一般的蘇利高中置 除了有計畫補助 還會變成學費的好處 也不過夠由平均無法提升 好有夠的補助來試 沒有到標準 就不應該 如果是十二年夠高的補助 記者林秀的新界面台報報導